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信办提前示警 将从严处置参与网报账号 经济萧条 零售业内卷 加勒服半年关闭百多家分店 中国就业状况改善了吗 官方改称慢就业 新加坡前外长提出两岸中华联邦模式引发舆论热议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从公众视野消失超过两个星期之后 本周五有关李尚福因涉及贪腐而正接受当局调查的消息 被多家外国媒体曝光 那么中国核心官员连续被失踪的现象 反映出习近平政权内部怎样的运行状况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路透社本周五援引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在接受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 知情人士还表示李尚福已于上周被带走询问 当局对他的调查涉及军备采购 与此同时李尚福在17年至22年期间领导的军方采购部门中 有八名高级官员也正在接受调查 李尚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8月29日 在北京出席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越南方面已证实李尚福还缺席了原定 9月7日至8日举行的两国年度房屋会议 中国官场对有关高层的人事突变一直悔莫如深 但这一现象也往往是外界观察中共政权稳定性的风向标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妮尔在推特上发帖说 这场事业大赛谁会获胜 中国年轻人还是习近平的内阁 金融时报也披露 华盛顿方面确信李尚福已被带走调查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及此事时 却表示不了解情况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分析说 中共核心层频繁的人事变动反映出了中共内部运行结构的混乱 他指出有鉴于中国官员的贪腐问题是常态 而如今反腐也已经成为了习近平清洗一己的重要手段 习近平呢他现在还有一种可能的走线就在于 他只相信那些吧 长期后面那个就是跟班的 也就是说在福建 浙江 上海 或者可能在加班哥的河北 跟他呢一路了奔过来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对所有他用过的人 尤其是对掌握军权 或者是外交宣传和财政纳权那些人呢 恐怕都没有信任 会朝好一点的方向走了 还是会朝更快的方向走 这点呢我觉得到目前还难以判断 伊曼宇尔本周五再度发帖说 李尚福近期还缺席了与新加坡海军总长的预定会议 原因是被软禁 在此之前 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也被消失多日 而后突然被免职 此外火箭军高层的突然改组也引起外界关注 在美国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说 习近平想要像前任毛泽东一样 通过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来铲除异己 但这种手段在目前的中国不大可能实现 他还说这种暗箱化只会进一步削弱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 同时公开调查李尚福的贪腐问题也会让外界加深对中国解放军战斗能力的质疑 18年因牵涉与被制裁的俄罗斯进行军备交易 美国宣布对李尚福实施制裁 23年李尚福接替魏凤和成为了国务委员兼中国国防部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中国网信办9月15号发布一份文件表示要从严处置网络暴力 在这份文件中也提到了不少与举报有关的内容 这意味着什么呢 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这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侵权信息举报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文件 是中国网信办在他的网站上发布的 这一有25条的文件表示 要从严处置首发、首转、多发、煽动传播网络暴力信息的账号 文件的落款时间是今年的8月31日 现居美国的709维权律师陈泰和表示 他并不认为这样的规定能够达到消除网络暴力的目的 他说这份文件对于中国当局来说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文件在多处提到了举报 表示要建立网络暴力信息举报快速处置通道 把握社企举报处置重点 健全举报查证制度 强化举报政策指导等等 文件也表示 会重点处置自媒体、制作、复制、发布的虚假不实信息 建立网络账号、黑名单机制 并提出要从严处理举报 集中的违法违规账号及其主体 陈泰和认为 这份文件实际上是试图在制度层面上 使用类似文革批斗的手段来处理网络暴力问题 也体现了习近平时代的政治特色 他表示 就算行使网络暴力的人是坏的 也不能在制度层面上 用这种方式加以打击 这份文件没有对从严处置、从严处理的严厉程度进行详细规定 但也提到会坚持线上处置和线下傻储相结合 强化与执法司法部门的协同治理 一位出于安全考虑未透露姓名的浙江网友告诉记者 此前他因为在网上发表政治异议言论 曾经遭遇过小粉红网报 并被人在网上公布了部分个人信息 但是 中国网信办推出的这份文件 同样令他感到不安 出于安全考虑 他是以文字方式接受记者采访的 因此他的话由我的同事代读 因为这是一种依赖检举 依赖群众揭发的群众专政逻辑 这种逻辑之下 到底什么是网络暴力 不会有真正明确的定义 如果小粉红认为你的政治言论 伤害了他的感情 认为这是你对他的网报 那他就可以举报你 然后政府就会来处置你 日前正在修订中的 《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出现了对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人 采取拘留和罚款的内容 此外 中国网信办曾在今年7月7日 发布名为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文件 表示禁止创建以匿名投稿 隔空喊话等名义 发布导向不良等内容的话题板块 和群组账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城就金山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阳石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州、深圳、成都等地的加勒福分店纷纷关闭 继两周前 广州及上海最后一家加勒福分店结束营业之后 本周四 北京最后一家加勒福分店也已经停业 向前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近期欧洲零售巨头加勒福超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等地的分店 先后宣布结束营业 北京商报本周四报道 当天 北京仅剩的一家在营加勒福门店四元桥店关闭 近两个月来 加勒福在北京的最后三家门店相继暂停营业 其中加勒福天通院店已于8月初停业 加勒福超市关闭的消息亦引发中国网络博主的关注 在抖音平台一位博主说 另一位博主说 重磅消息 9月13日 北京仅剩的一家在营加勒福门店已经关闭 至此北京暂无营业的加勒福超市 尽管从加勒福天通院店关闭时 北京加勒福公司方面便开始回应 门店维修、门店调整 但最后三家公司恢复营业的时间均不确定 北京居民张先生接受本台查询时说 北京已没有加勒福超市了 8月25日 加勒福广州新市店突然贴出公告宣布 26日闭店加勒福中国多名员工对媒体说 新市店关闭得非常突然 原本他的租约在2032年到期 同一天上海经营30载的太平洋百货 加勒福徐汇店已正式结束营业 8月20日 成都加勒福阳西店宣布关闭 有抖音主播在视频中说 8月20日关店 自此成都加勒福只剩最后一家营业 加勒福双桥子店 太可惜了 进去后发现店铺已经在打折处理 6月10日 加勒福在深圳的第一家店 也是在中国的第二家门店 结束了27年营业 据业内人士说 今年深圳关闭了三家加勒福店 其于6月底之前将全部关闭 目前天津地区的加勒福店也几乎全部关闭 据苏宁易购公布2023年上半年财报显示 今年1至6月 加勒福关闭了门店106家 网名朱雪芬告诉记者 加勒福关闭除了不敌 网络电商平台购物 并与民众的购买力下降有关 金融学者司令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加勒福关店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利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庭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日表示 8月份的失业率下降 青年人就业呈现出整体改善的趋势 然而当局对此却没有提供任何具体数据 中国实际的就业状况真的在改善吗 请听闻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比上个月下降0.1个百分点 至于外界最关心的青年失业率 仍然是一个神秘的未知数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称 从今年调研和一些部门数据看来 今年青年人就业在8月份出现明显的改善 说明就业政策特别是青年人就业政策 效果逐步显现 在中国官方公布6月份青年失业率达到21.3% 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中国就不再公布相关数字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盖牌后 中国出现一个所谓慢就业的新名词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公布一项调查显示 72.9%的受访者周围有所谓的慢就业大学生 62.4%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慢就业是因为对未来还没有规划好 中国统计局周五公布的经济数据 优喜参半 其中8月份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4.5%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加6.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4.6% 然而在1到8月份中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1到7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8.8% 前投资银行家王浩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中国这一两个月确实在房地产和一般人消费工业生产采取很多措施 而有所反应很正常 汪浩指出中国央行降准将对人民币贬值形成更大的压力 本质上中国政府为了救经济 无论是通过减息或降准 都是想在金融系统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 但人民币越多越容易贬值 又要自己经济又要增加流动性 但是又要这个所谓人民币的汇率 所以我想他们还是决定他们可以承受人民币的进一步贬值 此外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1到8月份中国吸收外资为8471亿人民币 同比下降5.1%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李延鹤笔名复查 自今年3月赴中国大陆探亲被捕后 至今仍下落不明 本周五 台湾学界公开声援李延鹤的同时 还呼吁台湾总统参选人 关注两岸交流中的安全问题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出版自由亚复查回家 出版自由亚复查回家 李延鹤外界称他为复查 被失踪近半年 期间仅中国国台办出面表示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 依法对涉嫌从事煽动分裂 国家犯罪活动的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但复查至今仍无法和家属以及律师会面 疫情之后 两岸民间交流陆续恢复 然而复查事件会不会重演 成为许多文化界以及学术界人士的噩梦 台湾作家朱又勋在声援复查的记者会中 以自身经历表示 他自己面临两难与挣扎 近期他收到来自香港学术单位参访或住村的邀请 他还询问对方是否看过他在网络的发文 确定还要邀访吗 虽然仍表达愿意交流的意愿 几经考虑他决定以线上行事参加 最后还是都会由我这一方来决定说 我可能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风险 我也不想害到对方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还是会用这种自我设限 不管在空间上或是其他的方式 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交流的本意 在复查被秘密拘捕后 也曾传出台湾的学者附中进行学术交流 却在机场行李手机笔电都被查扣的事件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陶一芬在记者会指出 疫情三年结束后 包括来自台湾美国日本欧洲等各国中国研究的学者 都希望尽快赴中国进行田野调查 然而大家发现过去长期的研究对象 如今讲话仅剩许多 陶一芬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下行 习近平政府希望与国际持续交流 在两岸方面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才刚推出把福建作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但是他提醒交流的前提必须是保障人身安全 我们也要呼吁习近平政府 如果你真的要让我们能够安心的交友 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立刻释放复杂 让他可以回到台湾来跟家人团聚 这是用你的行动最好的证明 刚服刑期满返台的李孟居也出席记者会 他提到四年来他感觉台湾政府就算想对他声援 因为两岸沟通管道中断 使得救援有心无力 我希望能够以台湾为出发点 因为台湾是华语文的国家 至少语言上面可以跟对方对面沟通 可以联合成立一个国际人质外交的救援平台 曾经参与美丽岛事件营救的作家李昂表示 自从复查被捕之后 台湾各界有超过300人连署声援 他们想问四位总统参选人 如何能协助他们在两岸交流中免于恐惧困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近日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在台湾发表演讲 提出Chinese Commonwealth 中文的意思是中华国协或者是中华联邦 可以作为未来两岸的架构 这一提法引发舆论热议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13号应邀出席 台湾智库长峰文教基金会等单位主办的亚太千里论坛 他以一个新加坡人视角下的两岸关系为题演讲时指出 他难以接受一个独立的台湾 两岸分裂现状是不稳定和虚幻的 美国能够维持这个现状多久 取决于美中的相对军事力量的对比 以及台湾人民在中美关系地缘政治棋局上扮演一枚棋子的意愿 杨荣文表示他能够明白为何许多台湾人不希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台湾过去经历威权统治 如果他是台湾年轻人也会有相同的想法 他抛出两岸未来可以走向中华国协 或是有媒体意为中华邦联 一个中国人的邦联 中国邦联等的架构 当时在台下听讲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起身提问 杨荣文是否有在中国大陆官员面前提过这个想法 杨荣文表示之前没有未来访问中国会提出 与会的前外交部长林永乐说 如果像大英国协的英国和新加坡对台湾人比较有吸引力 如果变成一国两制向香港就没有吸引力 台湾外交部14号发声明指出 杨荣文提到台湾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一枚可牺牲的棋子 以及台湾现状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应该达成一个中国的未来是严重的认知偏颇 完全与事实不符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15号达部自由亚洲电台说 杨前外长的个人意见不仅无助区域和平与稳定 也损害台美关系与台新关系的正向发展 外交部表示高度遗憾 并呼吁避免让公开意见表达沦为极权中国的传三统 被认为在协助中国进行宣传 发表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的不当言论 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钟志东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新加坡是大英国协的成员 可以理解杨荣文元用国协的概念 但他似乎刻意不提大英国协 都是由独立主权国家所组成 钟志东说 杨先生他讲到的中华国协是指common wars 那是有一个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想中国这个绝对是不会同意的 那其实中国他现在对两岸议题来讲 他就是很清楚的论述 就是所谓的否定中华民国的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地位的一个立场 以及主张台湾的主权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想这是两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钟志东强调只要北京否定中华民国台湾国家主权 都会让中华国协或是中华邦联沦为不切实际的倡议 更不用说北京竭力界一个中国要将台湾议题内政化 以排除国际干预台海安全 钟志东指出台湾如果和北京谈判 不论是中华国协还是中华邦联 都将给国际社会一种假象 也就是台湾知识统一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对国际化台海安全的战略 将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助长台湾议题中国内政化的北京论述 钟志东说 影响到台海议题国际化的影响就变成 台湾将来要单独来面对中国 因为你只要一站落入中国的一个圈套 你把台湾议题中国内政化之后 国际社会就没有正当性跟合法性 来介入台海议题的 这也是美国为什么一直要强调 它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同的 美国虽然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 可是它对台湾主权的归属的一个问题 它不表态 甚至可以是说是间接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一个主张 那这样的话它才有介入的一个议题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新加坡目前张仪海军基地是为美国所用 在整个印太战略中 美国也把新加坡当作在南海 或是东南海遏制中国的棋子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英国政府于2021年开放所谓救生艇计划 让持BNO签证的香港人移居英国 同时拨款 让港人组织以及当地的慈善机构举办活动 以助港人融入当地社会 然而近日传出 有英国政府官员不满港人 批评怀疑和中共有密切关系的组织 以及用政府资金举办政治活动 威胁停止发放资助 以下是本台记者董书岳 吕熙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美日天宣报一日前报道 负责欢迎港人计划的英国政府机构 城镇商级与房屋社区部 也就是DLUHC 近月和赞英港人组织发生了多次的争执 报道说 早前位于曼切士特的池山机构 会严设入选英国政府的欢迎港人计划 获得将近4万印办国款 不过这个机构其后被揭发 怀疑和中共有密切关系 以批赞英港人团体连署抗议 报道说DLUHC随后展开调查 召集港人团体代表开会 并提醒他们 在这束条款底下 他们不应该让DLUHC名誉扫地 报道又提到今年5月 有在英港人组织计划在英国一个教会 举办教育日营活动 已被港府指为山东看物的阳村儿童魁本 作为活动蓝本 却在活动前夕突然被取消场地 报道说 DLUHC看到活动宣传的时候 就曾经就如何运用政府博款 发出警告 有高官承认 阳村魁本使活动具有政治性 其中一个获得英国政府支柱的 在英港人组织列丝雨伞 董事Chloe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 没有收到相关部门提示 不能举办政治活动 但她承认 在接受政府支柱的时候 曾经签订合同 当中有提到 不能用受支柱的资金 进行政治游说 博特认为 条文当中对于政治活动的定义 并不清晰 以我们理解 如果有英国政党 让我们做宣传 我们不会做 因为真的是政治性质 但如果只是讲故事 播不同歌 讲香港历史 我们不认为这些属于政治 阳村只是讲民主 公义 不是价值的事 所以如果DLUHC 能够清楚 理定究竟什么是政治活动 会比较好 先知英国的前香港区议员 郭子健对本台表示 受支柱的在英港人团体 受到压力以后 可能会带来寒传效应 但她认为 港人同时要捍卫言论自由 我们要有底线 就是要发声 反映香港人的意见 也要告诉英国政府 我们感谢英国政府 为香港人做了很多的措施 希望港人了解英国文化 适应生活 我们也乐意配合 但是当政府有些政策 比如某些受资助的团体 被攒红时 我们也要挺声发声 不能因为政府施压而晋升 有熟悉港人圈子的人 试分析 不少英国公务员 仍然抱有固有想法 认为民生活动 不应该和政治扯上关系 然她认为 民主其实就是 现代人民的生活方式 不能够和民生完全分开 港人组织 需要持续和政府官员沟通 逐步改变他们的观念 自由热情态记者 董树月 吕希 英国伦敦报导 三分钟讲一个新闻故事 三十分钟呈现中国真实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新年瘦身 浓缩的都是精华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 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 星期四 全票通过了 或跨党派支持的 美国台湾加快免除 双重磕税法案 该法案 由参议院金融委员会 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 两党领袖 在两院共同提出 旨在通过 直接修改 美国国内税法的方式 免除对美台之间投资的 双重征税 强化双边伙伴关系 台湾的国民党 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14号晚间飞抵纽约 15号上午 展开访美拜会行程 其中 首战是与美国智库 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座谈 侯友宜在会中强调 希望借此行告诉美国各界 台湾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 而只会称职扮演和平促进者 与风险降低者的角色 针对受美国制裁的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日前发布新款智能手机 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 美国联邦参议院 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 以及美国联邦众议院 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等多位重量级议员 最近分别致信美国商务部 要求对华为和提供其 先进芯片的中芯国际 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中国外交部15号宣布 由于参与美国出售台湾武器 对两家美国军工企业 诺斯·洛普·格鲁曼和洛克希德·马丁 圣路易斯分公司实施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执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 在武装台湾的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路透社指出 中国此前曾经多次对台湾出售武器 而对美国公司实施过制裁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